第二个就是说 专题演讲我们是以NGO为主 三十分钟 第三个我们就是工作分配 第四个就是我们联影 所以个人生命的介绍 我也很想知道说大家的职场的工作 还有你过去的生命经验怎么样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那我们联系上是每一个月 一次一体旅行 所以我们五月跟六月各办旅行 就这样而已 那可以搭配设大的活动 再来呢 我们第一阶段就是我们五到六月份 我们的重点工作很简单 就是团队的共识 认识跟学习 就这样而已 那请那个我们全职位的秘书处 把我们做公民记者的联络方式 基本资料 公民记者的经验 还有他的兴趣专场 还有他的学习需求 像刚刚这位新的年轻人 他没有学过我们也要帮助他 包括已经有经验的 我们也可以帮助他 那因为我跟丰佳说 我们都不同的专场 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然后再来呢 联谊对我们这个联谊会的期待 我们就做一个卧的 寄给大家 大家都甜一点都给我们 我们会做一个表单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未来这段时间有一些活动 当然我们一开始 一定找我们自己所认识的 NGO 跟我们自己先办了活动 那这样我们 你们来采访的时候 我们可以告诉说 我们大概希望 是他的切入点 让你们大概来 第一个就是五月二号 明天就是九点半 立法院有 催生动物保护师 因为这是很重要 台湾的动物保护师 就是蓄产及东保护师 我们把它切开 我们把它切开 我现在都可以切开 帮助我们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